那这种情况下呢 到底可不可以买健康保险 也就是现在这个开放投保期 才是唯一的机会 那不管你现在是拿到绿卡 还是说在申请过程中 亦或者现在是探亲的状态 那您只要是有健保的需求 都可以在这个星期来购买到2019